接着第二次做菜就是这个什么来的 泰文就叫佩萨铭 佩萨铭 铭即是臭啊 我知道 对啊 经常骂你 经常被人骂 对啊 很漂亮 刚才打开盖子那一下 好像那些叫什么首饰箱啊 宝石箱 对啊 对啊 而宝石箱里面真的有一些五蓝玉色的宝石 对啊 Yo 杀利级有泰国孙 Yin Hai 今集正了 今集 我们今集喜欢吃两家米芝莲的泰菜 其中之一家做一星级 哦 一星级米芝莲那么棒 慢着 平时你都只是带我去素街 为什么今集无故带我去吃米芝莲餐厅 还有两家 还有一家是一星级的 没错 录开Openwise 看看有什么idea拍片的时候 刚巧就看到他有一家曼谷米芝莲餐厅推介的Blog 里面分享了几间超人气的曼谷米芝莲餐厅 最棒最棒的就是还可以设置位置 大家知道平时设位的粗重东西是由软胎负责的 但是这次令到我这个不懂得探名的肥仔抛头露面了 我早几天已经用Openwise的APP设位了 订阅的方法都非常简单 不用怕言语不通 又不需要打电话 好像在平时香港订阅一样 选择你想去的餐厅 然后按订座 然后选择日子 时间和人数 就完成了 而最后我就选了订了这两家曼谷米芝莲餐厅 因为他们是主打泰式家庭菜之外 而且价钱还很亲民 所以我就拍这集曼谷亲民米芝莲泰菜 今次做到事 但我已经很饿了 可不可以快进去吃东西 不要这么饿 我都很饿了 我们快点拿位 Let's go 顺利拿位进来餐厅 其实我们已经提早了半个小时 来到这家餐厅 然后这家餐厅虽然没有人 但我们看到每一张桌子上 都是设计了 看来很出名 很多人来吃 对 因为这家餐厅虽然是2018年年尾才开 但2020年已经拿了米芝莲 推介了 哇 这么快? 对啊 还有这家餐厅我看到 大概十多张桌子 其实很小的 我想来之前真的要设计桌子呢? 没错 而且这里是主打泰国的传统菜式 但加上这里的装修很模仿 很融化的感觉 所以我都很期待它的食物 都无论是融化的感觉 还是正宗泰菜的味道 烫饼 食物终于来了 很饿 先吃什么 我们第一个食物是蘑菱 知道蘑菱是什么吗? 鸡脂 是的 有玉碎玉碎玉碎 但它有什么特别呢? 它就是用鸭肉製成 平时我们在香港食 通常都是用豬肉碎 它這個是合家歡版本的蠟 但是濃郁版本 但它的濃郁不是在於重量或是重燒 它的香料味濃很多 它加了一些炸乾蔥 還有大量香蔥和綠色的鳥角芫荽 還有它的鴨肉我想說 吃下去的口感是有點像豬肉 但它有點鴨肥 所以鴨肥的油香令到整件事很邪惡 很圓滿 很特別啊 我第一次吃這個粒的味道 我確實是 其實這個粒可能是清新一點 酸辣 但這個是重香料味 重新香味 還有它是否加了蔥油還是辣油 沒錯 這些蔥頭油再加了鴨油 很香 但有一點油的感覺 所以你吃吃它的時候 要配一口山菜來吃 接著第二道菜就是這個什麼 泰文就叫啪傘明 啪傘明 明就是臭 我知道 經常罵你 經常被人罵我 對 啪傘 啪是什麼 啪是炒 傘是三 即是炒三臭 炒三臭 那真的很臭 但問我又不是很臭 臭豆 還有醃 還有醃 我們去試一下 因為這個菜不是很多餐廳有的 所以每次有的時候 我都很想壓力試一下 我想都應該是 因為 這麼臭 可能不是很想得大雅之糖 是不是 也不是 我猜而已 純爽就好了 但我媽媽說臭豆對腸胃是很好的 有什麼好呢 通腸胃 清腸胃 但之後便便就會有那個味道 我這個不要說了 我吃東西 OK 有張臭豆 巧頭 臭草粉絲 一起拋進口 不是開玩笑 粉絲很香 但老實說 我不能吃到臭豆是什麼味道 可能我單獨拋一下 是不是太太粉絲 哇 臭豆 爽爽的 吃吃看是有點苦 苦結味 酸酸的味道 再加上甜甜的 我覺得你一定要試一下 才知道我講的是什麼 哇 這個臭豆 這個粉絲很有鍋氣 我覺得 有炒得很香 很好吃 三件事夾在一起 很神奇地融合在一起 我覺得如果有興趣 試試一些特別的泰菜 朋友仔 可能來泰國很多晚試 覺得泰國吃來吃去都吃 沒有什麼好吃 建議你試試這個 有沒有人家對泰菜有全新的體驗 另一個招牌菜就是這個 沒錯 就是滷水捲花肉 空波肉 有什麼特別 我真的不知道 有什麼特別 我就覺得很神奇 是不是中菜 它不是煮得很爛 它的豬肉和皮 和肥膏的口感仍然在 但是一點都不韌 大家看看豬肉的質感 不要弄掉 大家有沒有看到 冷的有冷的有 剛才我分一半給遠太太吃的時候 我用的匙巾一按下去 已經分開了一半 而吃下去是軟蛋的 而且肉呢 亂得來是有肉味的 是啊 一點都不乾柴的 因為我很怕吃豬腩肉 炆豬腩肉 炆了很久 但是後面那塊豬肉 那個位置仍然是柴的 很硬的 一口咬下去 都沒有問題 不會咬到黏牙 好香 它的肥膏和豬皮 才買齊 然後它完全入味 它那個滷水汁 我喜歡吃的滷水汁 就是偏甜的滷水汁 不會太重 那些五香料的味道 剛剛好 我明白 好 你明白為什麼它是水汁 對 我明白 好 吃完肉肉之後 我們吃一些菜菜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呢 我媽跟我說 這隻菜叫野香花 野香花 為什麼呢 又是臭的 不臭的 好吃的 這些花就是冬瓜棕 旁邊的花 對 對 你這樣說很聰明 冬瓜棕上面真的有這隻花 對 但聞起來的感覺 不臭 沒有野香味之餘 有股小炒黃的味道 好像很有黃的味道 對 剛才它上來的時候 已經出了煙 試試看 好香 好吃 馬上要拌飯 它應該加了很多蔥糖 它一進去 香氣湧上鼻子 然後這個野香花呢 其實它的味道就沒有什麼味的 只不過它就爽 它爽得來呢 它有一點點醃 所以那個醃是很吸汁的 除了蛋汁之外呢 還吸了那些 醬油 蠔油汁 所以整件事很香 像是在吃一些 濕濕的 爽爽的菜 的物體 加上一些很香的炒蛋 這樣的感覺 這個推介 這個推介 黃咖哩蟹肉 拌米粉 這個也是姐姐推介 但是說必定要點 這個是Fairy Signature 這個蟹肉呢 都拆了一顆粒 對 它說是南蟹來的 Bull Crab 是不是叫南蟹啊 香港 嗯 不知道 是不是青花蟹啊 可能是啊 青花蟹 沒有南蟹 也不知道是不是 好 試一下咖哩蟹肉 蟹肉是鮮甜 但是我覺得咖哩的味道 霸道了一點點 但是蟹肉的肉質呢 是正的 是Good的 是新鮮的蟹肉肉質來的 試一下拌米粉 米粉呢 可能放太久了 乾了一點點 它的邊邊硬了 對 因為我們拍攝 放了很久 乾了 但是真的很辣 它的辣是斯文辣 但是很霸道 斯文得來 霸道總彩 它呢 是融入了很多香料的味道 當然我是說不出是些什麼香料 然後加上很濃的椰漿味 它是屬於濃臭型的咖哩 然後呢 加上一些葉 很有咬口 我想呢 可能有些香味 是噴一些葉的 但是呢 它咖哩味的香料味太濃 它已經蓋過了所有的味道 它的椰漿味 辣味和香料味 已經包住了我整條舌頭 霸道辣椒種菜 已經包住了我整條舌頭 再說壁東里 甜品時間 這次點了什麼甜品 牛油果椰汁湯丸 牛油果湯丸 真的沒聽過 它的湯底好像Corpacchino 哦 好香 哦 剛才粉色的那些呢 是椰糖來的 椰糖呢 現在加上 可以撞進椰漿 哇好香 我先試試椰漿是什麼味 它是很香 但是也很甜 是泰國的糖水的甜 如果甜的話你多加點這個 因為它那個基本的那個是椰糖來的 我覺得椰汁加湯丸 加椰子脆脆 一起吃呢 是好吃的 因為它的口感很豐富 我加些煙韌 也加椰子脆脆 再加上甜甜的椰糖加椰汁 但是呢 牛油果是完全沒有存在感 OK 總結 總結這間呢 我們在泰國吃了不少米芝蓮推介的餐廳 這間呢 是甚少米芝蓮推介的餐廳 我覺得是好吃的 真心好吃 而且是真心喜歡這間餐廳 我們沒有幫餐廳賣廣告的 Openwise 大公告就是我們幫 所以誠實食評 真的挺好吃的 真的很有自己的個性 你會記得那樣菜的味道 你會喜歡 還有呢 我最喜歡的是什麼 它不貴 是呀 它的價錢是很合理的價錢 就是你有一些美麗的泰式餐廳 它的擺盤很美 它的食物是一般正常的 但是可能動輒就要四五百匹 但是在這裏不是 即是二三百 三四百 最貴都是下肉六百多匹 我覺得是一個很合理的價錢 這個環境也挺美的 就這個摩登時尚風 現在通常有一種很舒適的小餐廳 你又不會覺得很拘謹的 因為呢 大家都好像一些人在那裡聊天 吃飯 就是一個聚會吃泰菜的一個很好的地方 加上去這裏 服務態度我覺得是good的 用英文溝通完全順暢沒有問題 然後我覺得是很good的 加分這個 但是這裏呢 就有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你好像呢 小了一點 坐滿了 我們剛才可能早來 我們五點多鐘來到 很多吉台的 但是全部都寫著reserve 但是現在吃到現在呢 七點多鐘呢 很多人坐滿了 所以 來到一定要覆台 沒錯 一定要覆台 因為其實中間有落場時間的嘛 就是五點再開 開到晚上九點幾十點 那所以呢 我們剛才五點進來 哇 門口很多人啊 我們不是早起的 門口很多人呢 如果walk in的話呢 應該是沒有辦法的 他應該是沒有限時的 我們入座的時候 他沒有趕限時的 所以你可能要等些人走了 你才有機會去下一張台 還有這個另外一個缺點呢 就是他位於灑湯區呢 裡面 剛才外面的馬路呢 撞正放空時間呢 五點多鐘呢 我出高速一來這裡呢 失了半個小時 所以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這條路比較有少少失落 如果坐的士的話呢 請預早多點時間來這裡吃飯 或者吃午餐可能會好一點 晚上的放空時間就會比較失落 如果坐地鐵的話 都要走一段路程 大概十分鐘左右 這間餐廳的總結就是這樣 我們明天就會去完 第二間米芝蓮菜菜 明天那間餐廳 不是米芝蓮的 這麼簡單 是還有米芝蓮一粒星的 沒那麼多 明天見 大家好 我又快來到第二間米芝蓮餐廳了 這間不僅是米芝蓮一聲級餐廳 他叫Kal 大家還記得我們之前在Central 都吃過那間叫Kal站Bot嗎 而且這間才是他的正主 是連續四年米芝蓮一聲的餐廳 而這間餐廳我同樣都是 Openwise的程式程式处置 他們可以在泰國訂餐餐的選擇 接下來還會越來越多 而且订完后我还可以即时收到手机短讯和电邮去确认我的订座 这样我们就可以出发去旅行之前 确认所有东西不需要心挂挂 学到东西,事不宜迟,好饿 可不可以进去吃饭 可以,我真是打鼓了,快点,go! 诶,成功了,入到你了 没错,这家店很旺,圆圆不绝都有人进来 对,这里是11点半开,我们11点半准时来到 超多车超多人来 幸好我是早点几分钟来到,现在外面拍满车,无论拍车 对,这家商店真的很受欢迎 上次如果大家有跟看我的影片 我以前在Central Arts那家叫Cow站Bot的时候 也有说过Cow本来是泰式的意思 所以我其实可以看到这个餐厅的外表 好像个谷仓那样 你这样说我才能留意到 是吗?你不觉得进去的时候 你不觉得整个东西都是用木的构造吗? 我觉得很怀疚,我以为是以前的古木屋 其实我也是上网看的 真的挺有意思的,还有这件事你留意不到 它的logo,都是一个杜米的杜草 杜碎 是吗? 对啊,还有些米粒在旁边 是啊,我看不到你才能留意到 刚才我还告诉你,只有这个圈圈才推荐的菜 是,多谢,多谢,要讲正题 这个餐厅 这家餐厅已经连续四年获得米之仁一星級的树榮 还有它本身这里的主厨 它以前是文化东方酒店的主厨 所以我想它的出品应该有保证 我也相信是,因为上次吃过他的儿子 一口盏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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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盏布 一口盏布,一口盏布,一口盏布,一口盏布 好吃,我想他爸爸应该更加不吃的 而且我们进来这间餐厅的环境 我觉得比起我们昨晚米之仁推荐的东西 好像又升级了一格 我觉得主厨的门楼楼底真的很高 有一种很大气的感觉 是不是加上很多东西? 一升级,我自己的内心有点高级了 自己的心里面打了底,下了液体 一升级的液体 是啊 而且它采光度足够了,全部都是玻璃 所以又过晚了,开完 然后觉得它就选择舒适的路线 你知道有时候米之仁的升级餐厅太不耐力了 我们觉得有点拘紧 那这里就比较舒适,平易近人的 好,介绍完餐厅了 很饿了,快去吃东西吧 继续看吧 我不想等 不要那么热气 我们来到米之仁升级餐厅 就算我这么高贵,我都会饿的 好的,好的,好的 吃东西见 咦,野食来齐了 好饿啊,好香啊 我们先吃什么呢 我们先吃个沙律 吃了这个碟豆花沙律配鲜虾 我们吃得多了 碟豆花炸花,我们都在这个角夹的岛吃过 但是碟豆花,就真的没试过 没什么餐厅都没见过 好似的 对,第一次见到 所以我见到的时候,不如来试一下 加上看到它有个圆圈的推荐 我知道我们推荐有情意结 那我就来试了 碟豆花自己本身没什么味 然后外面的炸热就变了香脆的口感 配上这个炸葱头和炸的猪肉丝 然后加上酸辣的味道 很脆 我第一次吃的 但是老实说 第一口吃下去是觉得 嗯,很夜味啊 很清新,很刺激 大吃多两口呢 我觉得太酸了 但青莲味很重 我觉得大虾应该要配上酸酸蜜蜜 一起吃 大虾没什么味 但是都淡了 不知道是不是呢 配上那个酸酸蜜蜜的味道 吊出了虾的鲜味 不是很浓 但是有细细虾的鲜味 接着呢,来吃这个蟹肉甘烈 哇,刚才呢 切开呢 第一下的时候,觉得呢 好像没什么蟹肉 但是不是啊 你看看 整个蛋都是蟹肉 很多蟹肉啊 我想说一件呢,很震惊我的一个事实 什么啊 它便宜过这块 这块 这块好像好像一千一匹 还是一千二匹 一个蟹肉 它同样都是一星的米芝莲 它这里690匹而已 便宜差不多一半 那当然啊,它可能 就是不是那么出名 那里是招牌 所以不要说那么多 味道才是最重要的嘛 价钱我们都不在乎 不是啊,我去旅行的人 都不欠在我百多元 是不是 我先说一下 看看这个味道如何 先试一下 好吃啊 老实说 它的蛋呢 是乱滑过姐肺的 而且姐肺的蟹肉呢 是鲜甜 但是偏硬的 硬的 硬的意思呢 不是真的硬的 硬的那只硬 它是很硬的 整件事 但是这个呢 比较呢 鲜嫩一点 乱滑一点 配上鸡蛋 整件事都很smooth 就是你没有很明显 吃到哪些是蛋 和哪些是蟹肉 就是你会觉得是肉 在一起 但是老实说 它的蛋是没有姐肺那么香的 但是呢 我喜欢它加了九层塔 在蛋里面 它的九层塔 的香味呢 是姐肺可能没有的 如果你问我 老实说 我喜欢姐肺的 但是不计排队啊 如果要排队 我计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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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酸甜 很好吃的 但是炒就很少吃的 试一下 这个小吃 好壮哦 香哦 好香 虾糕味哦 而且呢 我们平时吃到的年参 是爽的嘛 因为它是生的嘛 这个炒完之后呢 它爽得来呢 好像那些熟过的菜 所以它吸入了汁 醬汁 虾糕 全部吸入 再加上里面的蒜蓉呢 很香这个醬汁 怪不得他推荐啦 是啊 但是呢 我自己 如果吃年参的话 我觉得要拌饭 因为它呢 刚才你说的 吸入汁呢 我觉得有点小鹹的 你做什么这样的 我想说呢 这个人家叫Karl嘛 他这里所有菜都是拌饭而计的嘛 我们叫了个饭忘了吃 你刚刚说我才要拌饭 我才要吃饭 我打算留给鏡松 那这个也是菜 是呀 要拌饭忘了 不好意思 吃饭忘了 即是镜松我们都拍过很多间 即是去到间间都吃得差不多 但为什么这间都要叫呢 因为呢 这间呢 它除了镜松是配虾之外 它再配了这个 它写着Yang Watermelon Watermelon 是的 西瓜 西瓜汤 年轻西瓜 冬瓜汤我喝得多 西瓜汤我第一次见 但是看起来西瓜的样子呢 是黄色的 是不是因为它煮过镜松 红加红是变成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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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应该是未成熟的西瓜 所以是 所以是黄色的 Yang Watermelon 你没有听到Yang的 有有有有有 那怎么会红色啊 那怎么会煮过湯 就是这样的颜色啊 什么啊 它本身未成熟 它还未红 你刚才说可能煮过湯 是这样的颜色 你说它黄色啊 大哥 但是看起来西瓜的样子 是黄色的 是不是因为它煮过镜松 可以抵抗它吧 忍不忍 苦头十时候 先试一下这个湯 哇 好刺激啊 那这个湯 都是啊 不吃得辣啊 不要随便挑战这个啊 但是我想说这个湯呢 很融的 那就是它不是我们平常喝的 那些湯水的湯 它呢 有很多鱼肉鱼融在里面 但是这个湯里面 你看不到鱼肉 它已经融了 然后试一下这个瓜 是不是 西瓜 好像普通的瓜 酸的? 好像酸瓜那些酸的 是好像臨板的皮膚的青瓜 醃青瓜 但是我覺得如果配椰心會好吃一點 我也覺得是 好,最後試一下鏡鬆裡面的蝦 就是蝦,不知道有沒有分別 甜的,甜的 不過蝦肉好像沒有那麼結實 有點去到差不多梅 鏡鬆裡面的蝦是三個蝦裡面最不好吃的一個 好,來到最後一道 這是雞肉炒河粉 可以不要那麼便宜 那應該是什麼呢? 它的泰文叫骨頭科技 它跟普通的炒河粉的名字有點不同 可能是大火點炒 那為什麼我們要點這個呢? 因為它推薦 想吃一個主食 而且在朱拉大學區有一間 也是買這個炒雞粉 連續六年,米芝蓮推介 所以我一直都很想試一試 有米芝蓮嗎? 那真的要試一試 想看的觀眾 我們繼續在朱拉大學區美食探索 第二集 這個炒河粉很香 很有鍋氣 其實我們已經放了很久了 其實已經冷了 但是吃到有鍋氣 我想說 反而不是那個雞肉經驗 是那個水柚很好吃 在口口之餘 我們平時在香港吃水柚 其實是沒有什麼魷魚味的 不知道為什麼是莫名其妙的 有魷魚味的 水柚有魷魚味是不是正常的? 雞有雞味是正常的 好,甜品時間 這裡的甜品呢 看上去已經覺得很精緻 是啊 很漂亮 剛才打開的蓋子那一下 好像那些什麼手式箱 寶石箱 是啊,而寶石箱裡面 真的有些五藍玉色的寶石 對啊 這些是什麼寶石來的? 怎麼那麼七在彬彬呢? 不知道中間那些是什麼? 但是我知道外層是龍眼 所以我才叫 因為一開始看相片以為是湯圓 然後看文字的description 它說這個是龍眼肉 龍眼肉啊? 對啊 我可不可以切開一半給觀眾看? 我試試這顆 裡面的顆餡是什麼? 很強的龍眼味 又不像是啫喱 不是啫喱還是大菜 對,很滑 它比啫喱滑一些 我覺得 很滑 連這些什麼來的? 我們一起吃 試試看 嗯? 好像二米? 但我反而覺得它有點像 甜版的燕麥早餐那些 真的嗎? 因為那個粥底很健康 好像燕麥 但是我覺得呢 它這個龍眼 Filled with這個大菜 這個想法很特別 難怪只要200匹 我剛才在想 一碟數都是200-300匹 但一個甜品只要200匹 就是憑它的擺盤和錯意 我覺得很棒 好,然後第二樣甜品就是這個 薩薯波配這個 斑蘭醬和芝麻雪糕 但這個是C-saddle menu 即是期間限定 現在才可以吃 不知道你們來到有沒有吃 試一下好不好吃 好 嗯,沒錯 剛才吃完之後 第一粒我沒有說過 因為我覺得 除了斑蘭醬很香之外 沒有什麼特別 對,就是普通夜市的番薯波 但是連那個炸米一起吃 整件事加有10分 還有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剛才吃了這兩樣甜品 都有米的 果然是靠 連甜品都有米的成分 是不是在這裡 對 是不是觀察得仔細入微 好厲害 OK,終結 喂,這間房子不錯 我覺得它是 勝在是夠貼地的 就是合理的價錢 吃到一個質素挺好的泰菜 而且它的環境真的挺不錯 置成一角 外面有個小小的停車場 加上這道服務又是挺好的 本來是用英文完全無障礙溝通 菜單也是有英文、泰文 對 但是這裡唯一有小小缺點就是 它又在彭谷市中心 在埃格曼區裡面 就是 伊頭都 塞塞地車 所以如果要來這裡 都是要預多一點時間 但是總體來說 這間餐廳 我都是推介的 沒錯,如果真的來曼谷 大家都知道 一定要吃米芝蓮菜 因為便宜又好吃 而這間米芝蓮升級 它這個價錢 對 平均一道菜 都是百多元港幣 我想沒有百多元 最貴的蟹肉炒蛋 都是690元 就是850元 其他的都是300元 300元 100元港幣都不用 一星級米芝蓮 怪是 不要太售賣了 總結我推介 但是大家知道 這些米芝蓮餐廳 真的很受歡迎 剛才我們坐在這裏 其實有很多不同地方的遊客 以及本地人都進來 現在1點鐘都敷了 對 所以記住要預訂位 如果大家想很方便 就可以訂到 曼谷的米芝蓮餐廳 要怎樣做 那就要記住 用Open Wednesday訂位 詳情可以在 可以留在Info Box的連結 按進去看 好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喜歡你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 按下按鈴鐺 下次再看 如果在曼谷有哪間米芝蓮餐廳 想我們繼續去探店 或者想吃什麼泰菜的話 記得在樓下留言留言 最後還是那句 我是大理少人 全泰國的小圓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如果各位有興趣 關注小圓在泰國的生活 記得記得CLSS 還有還有 可以繼續追蹤我們的IG 和Facebook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